各位新頭殼的網友大家午安 今天我們的開放編輯室 是一個充滿藝術味的一天 那我們今天的開放編輯室 替大家請到 這個在德國很久的 這個旅德的編舞佳林美紅 林老師 美紅老師來跟大家分享 他在德國的這個創作 還有德國的這個表演環境的一個經驗 那在老師還沒跟大家打招呼之前 我先把老師的背景 先讓各位網友先稍微熟悉一下 其實美紅老師他大概 他是藍洋舞蹈團第一屆的成員 然後他在16歲的時候 很年輕16歲的時候 就拿了全額的獎學金 到義大利去學舞蹈 美紅老師一直留在歐洲 擔任三個劇院的舞蹈 舞團的那個藝術總監 那這次是美紅老師第一次拿他的作品 回到台灣 然後跟大家分享他的這個 他在國外這麼多年的一個 創作的一個成績 那美紅老師我們比較好奇的地方 就是說 為什麼你就是 藍洋舞蹈團畢業 然後出國 然後到現在 這麼多年 第一次我們台灣的民眾 才有機會看到你的作品 去國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這是我第一次帶著我自己的團 我的舞者我自己的作品 回到台灣故鄉來演出 所以對我來講 他的意義非凡 敬相情切 我特別的興奮 我也很榮幸 國家劇院在這樣的機會 在2010台灣國際藝術節的機會裡頭 邀請我們的團體來這裡 那這樣就讓我更好奇 是 老師這一次帶著這個 達摩這個舞蹈團來台灣 做天鵝之歌的這樣的演出 為什麼會選這樣的舉目 而且這也跟你們以前的做法 完全不一樣 天鵝之歌 因為我當然希望把最新的作品 帶回來故鄉 所以天鵝之歌我在去年的11月 才剛剛首演結束 一直到三天前我們都還在表演 那老師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因為這個天鵝之歌 它的簡單的故事背景 而且我知道它是改編 改編自比利時的一個有名的作家的 布魯日死城 那這個故事 這個舞蹈的劇情大概先描述什麼 什麼樣的內容 這個布魯日死城 這是一個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 那距離現在大概有一百多年的時間 由這個George Gottenbach 我們這裡應該翻成洛登巴赫這個作家 他的作品 其實我的舞蹈劇場的形式 我是靈感取之於這個作品 這個文學作品 但是我並不是敘述 用敘述性的舞蹈在舞台上面呈現 我所要講的其實是更多 是在透過閱讀這個文學作品當中 這個作品的靈感 它的思想跟它的那個 它主要想要傳達的意念是什麼 那我把它分為六個不同的場景 帶到舞台上面去 那這六個場景並不見得是 我剛剛已經說了是 不是敘述性的舞蹈 不是在說故事 對所以有六個場景 它倒不是真正故事的場景 而是這個文學的動機跟意念 像比如說對大家可能第一次走進國家劇院 去看你的舞蹈的這些網友 你覺得他們就像你剛剛提到 應該要open mind進來 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需要準備什麼東西進來嗎 先來看天鵝之歌這樣的一個舞台劇 這個在每個演出的前半個小時 就是演出是七點半 前兩場十二號十三號七點半 十四號是下午的兩點半 這個之前就是前半個小時會有一個倒鈴 我的工作人員他們會把整個故事 跟我所要表達的主要的主軸都跟觀眾敘述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好的一個倒鈴的方式 讓觀眾朋友們在進去之前已經有一個 比較容易解釋 對 進入情況 我先幫網友問一下 因為它跟這個題目 跟我們剛剛的問題比較相關 這個網友他有提到就是說 那到底是什麼劇情 那在劇情呈現上有什麼特別的方式嗎 什麼劇情 其實他的故事很簡短的來講 非常簡單 有一個上偶的官夫 他因為非常愛他的妻子 所以沒有辦法放下這一份思念 就逃離了巴黎 他們原來住在巴黎 就逃到了布魯日這一個城市 因為布魯日這一個城市 因為當時就是這個 有一個 也就十九世紀末有一股藝術蜂 就是Decadence 就是我們這裡應該叫做 颓廢美學這一類的藝術蜂 布魯日在比利時它的特色就是 就是教堂多運河多 有很多很多的河道 那河道上面當然就有很多的天鵝 那常常下雨 這跟我的故鄉有點一樣 這個宜蘭 然後OK我再回來這個劇情 趕快講一下 其實整個故事呢 他環繞的在這個主人翁余果 余果他到了布魯日以後 有一個照顧他生活的一個侍女 就是一個侍妾 然後他在這個生活當中 在布魯日呢 在一個偶爾的機會裡 看到一個年輕的舞者 非常非常的酷似他死去的妻子 所以他等於就是透過一個活著的人 去愛他死去的妻子 就他完全另外的轉移情愫的那種作用 就中間就很多的牽扯不清 然後也跨越這種生死之間的感情 就他的死去的太太這個余果 然後這個侍妾 這侍妾其實上後來愛上了男主人 也希望取代了女主人的位子 然後又包括這個新認識的一個女舞者 這等於是跟他非常相像 就整個其實這四個人物的故事 整個的故事他要講最重要的是 放不下的感情 這一份捨棄不了的思念 就造成了這種非常大的 這種心理上面的掙扎 現實與幻想 死亡與生存 那個迷戀或者是說丹逆 我們講說丹逆 話就好生的 你提到四個人物 那我們的天鵝跑到哪裡去了 天鵝他講的就是 其實他講的是一個絕響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最後的 最後的 他們說天鵝 你剛剛講的說天鵝的聲音不是很好聽 天鵝當他用盡全身的力氣喊叫的時候 其實是代表他已經快死亡了 所以現在今天也大家用這個形容 來形容一個藝術家他最後一個作品 最後的覺醒 對 最後的覺醒 對 那這個天鵝他就像您講的 這是在這個作品的同樣的年代 19世紀末 它有非常清楚的那種象徵意義 它代表著純潔 代表著不變的愛 代表著那個美感 所以這整個的那個 跟這個劇 跟這個文學作品 它所要表達的一些意念非常的相同 就是一部就是非常的壓抑 然後裡面有很多情緒在裡面 互相的摩擦 碰撞出很多的東西在裡頭的一個表演 真正的那個文學作品 是有這個傾向沒錯 但是我相信我在舞台上面 用舞蹈劇場的手法去呈現的時候 也許這跟我個人的喜好有關係 我總覺得沒有痛過 你就不知道什麼是快樂 所以常常我的呈現會用相反的 戲虐反諷的那種影射的手法當中 我要讓觀眾看是在這些輕鬆的 很快樂的場景 這裡頭有幾個景是這樣子的 它的背面其實大家要去看的 還有別的東西 美宏老師我比較好奇的地方 作為一個台灣的編舞家 美宏老師的想像裡面 有沒有哪一個老師的作品 是你覺得你這輩子有一個夢想 一定要把它變成一齣舞劇 有沒有哪一個作品是你想這樣做的 其實我原來一直這個計畫已經進行了大概現在兩年 將近進入第三年 我曾經讀過李昂的彩妝寫記 我非常感動裡面所描寫的一些情感跟一些情境 那我其實已經心裡一直在想要把這個作品用舞蹈劇場的形式呈現在舞台上面 因為一個藝術工作者他永遠不會停止學習 永遠不會停止去搜尋 永遠對這個世界跟生活充滿著好奇 尋找新的可能的靈感泉源 所以但是至少在最近是我常常在想的 就是說我一直在進行的工作 好